今天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怎样 自己动手更换汽油滤清漆 也就是汽油滤芯 这一款呢是很普通的一种 它一般在这个车的底盘底下 这一种呢是这个一般在发动机舱里边的 能够找到 还有一种呢这个是 在这个一般发动机舱底部吧 或者是轻塔的底部 这只主要的这就这么三种 后两种可能主要是这个柴油的 现在我们以这一款车为例 也就是02年的这个日产齐骏了 我们今天介绍这一种呢 是在这个油箱里面的 油泵和汽油滤芯片都在这个油箱 在油箱里面一起的 它一般是在后排座椅底下 有一个柴橱的这个口 我们可以从那柴橱 后排座椅怎样来打开呢 去看一下这个你用手摸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软的这个 提手这样一拉之后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我们发现里面 还是挺脏的啊 它有一个油粘的这个跟粘不一样 把它掀开应该能找到这个口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儿来找到这个口 先来掀开看一下 看一下之后我们会发现 对就发现有这个电线 也就是这个通有这个线的这个口 有两个下面我们在后面介绍 好我们就要把这个保险丝拿掉油泵的 这样就是以防万一嘛 拿掉保险丝之后啊 再去打一些这个启动一下这个发动机 启动一下车嘛 然后这个就把油泵的这个压力给释放掉了 这样在拆的时候呢 就不会流出太多的油 从我们拆这个 嗯 起油滤清器那个口 然后因为它有管子接着了 这样的话就会 嗯 更加好一点 嗯 我一边做一般拍的朋友 这个手机不是特别清楚 但就是在这个位置 cover上呢 有这个保险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 就是在那个我们拿掉这个这个盖 盖的反面会有 拿掉之后呢 我们把保险丝通用钳子一般手也也能拿下来 有时候如果空间够的话 然后去去打一下火啊 去启动一下这个车 然后把油呃 蹦着里面的油呢 释放一下 然后呢 呃 就是原来油管中有压力嘛 把它那个压力释放掉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会发现有两个盖 到底哪一个是油泵呢 现在我们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它这个油箱啊 它是可能是分了两部分 它为了检测这个油箱呢 这个 嗯 油表的这个高度 油的高度 它设了两个 其中有一个是可能没有油泵和气候滤芯 它只有这个一个传感器来测这个油的高低的 嗯 我们打开其中的一个看一下 非常简单 它有一个类似Locker的东西啊 一个锁一样 销子一转 然后平衡之后呢 掀开这个盖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看一下呢 嗯 好 这就是我刚才掀开 为了更清楚的看一下呢 我把它拿掉 我们看了刚才那一个吧 它没有那个油管 所以肯定不在哪一个 好 我们现在再拆另外一侧那个 把原来那个装回去 原来只是一个 一个connect 就是一个链接呢 它就是测这个 呃 一个测传感器啊 就是测那个油的高度的 就是油箱的另外一部分 好 现在我们打开这一个 打开这一个看一下呢 我们看了除了这个电源线之外呢 旁边还有一个 把这个线先拔掉 拔掉之后呢 拿掉盖 拿掉盖之后呢 我们看和刚才那是有区别的 这一个呢 就有油管 所以 油泵 还有这个 起油滤清器 肯定都是在这个里面 就是从这个口 就可以取出来 这就是我们把它确定下来了 嗯 下面呢 我们就看看 我们怎么来拆 好 现在我们来看怎么一下拆这个油管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技巧 就是这个油管 为了让它就是卡在这个上面 它有一个 呃 里边也跟有一个锁的一样的东西 跟销的一样 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用钳子捏住 也就是里边它相当于一个clip 一个卡卡的东西 松一下之后才能拔起来 像现在还有一点的压力 然后会有一些油 让我们把油吸一下 尽量的弄赶紧一点 要是出来一点道理问题也不大 我们会看到这个绿的了 现在 它其实就是那个销的 我们可以先把油管 但是 放在这上面 再继续看 把这个power 就是把这个 盖子把它拆掉 为了节省时间 我用了快计 我们用 我是用的一个 车枣 然后它在另外一边 去轻轻的来打 应该说它有一个专用的工具 拆这个东西 但是我没有 没有这个工具 就找了一个枣子 用它们反着 然后慢慢慢慢的 一点一点用锤子 把它慢慢打开 用快计 现在这个cover已经打起来了 在一开始打的时候 不要紧 要轻轻的 因为它那个cover 它是一个塑料的 那个带刺的东西 轻轻的 别打坏了 用那个比较顿的那一头 紧住 好 现在呢 我们是把它已经拿掉了 这个盖 现在就是想慢慢轻轻的 把这个 那个 汽油 绿芯 还有它这个汽油泵 它是在一起的 要把它拿出来 好 下面我们把它拿出来 拿的时候要 这个地方要小心一点 它本身是一个圆柱体 但是呢 后面 它还有一个 脸着的这个油管 就是它有一块 那个脸的卡在上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那个 幅子比较长 还弯曲 所以慢慢的这个 试探 变换了这个角度 拿出来 这个呢 需要把这个 disconnect 就是把它那个去掉 把这个连接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呢 才能够拿出来 因为它这个管子 是不能够很长的抽出来的 总之呢 就是这个地方 小心一点 它这个卡子也是很简单的 你看一下 拍呢 拍不清楚 就是说 一看就明白 能够把它拿下来 只不过就是这个地方 稍微要小心一点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现在是把它拿下来了 拿下来之后呢 最好是 往边放一放 最好别漏进去 因为漏进去之后 到时候还得 把手伸进去 把它捞出来 现在就是拿出来了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变化角度 轻轻的把这个 这一个整个的拿出来 因为它刚才说了 会有一个幅子 这个幅子 它是 弯曲的 对 现在已经完全出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一个 工具拆下来 现在就是这个地方 是一个卡 很简单 然后刚才前一段没露拳 先把这个油泵拆下来 卡住的地方 三个是四个 一扣 然后往前一抽 这油泵 它这个线 是连着上面 也就是我们看不到 会抽出来 抽出油泵来之后 这个线也不能无限的拿长 所以我们要从它这个 这个 嗯 connect 这个地方呢 要把它 就是拿掉 它是一个跟插座一样的东西 把它拿掉之后呢 整个油泵就拿出来了 也就是说 这一个视频呢 我们就说换油泵 如果要是说 汽油滤清 不用换的话 换油泵的话 也是 完全和这个操作一样的嘛 这个油泵现在 我们正在往前拿 嗯 当然呢 如果要是换油泵 油泵坏了的话 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 嗯 汽油滤清器呢 就一起换掉 油泵拿下来了 拿下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嗯 油泵是好的 就是这个 只是这一次呢 想换这个汽油滤清器 它上面有一个 就是橡胶的嘛 这个刚才我拿掉这个黑的 是一个seal 就是你把油泵插进去之后 它和这个 嗯 汽油滤清器啊 这一个远柱体的东西啊 要要连起来 这个seal呢 我没把它换掉 因为在买这个 汽油滤清器的时候呢 滤芯的时候呢 它会带来的 看一下里边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没把它换掉 这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seal吧 就是这个油泵亚的东西 把它换掉 这个视频角度拍的不好 好好把手机放在一边 所以也能看着一边 就是换成一个新的线 放完了之后呢 粘一下它这个油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边 然后再把这个汽油滤清器把它取下来 下面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汽油滤清器 它和上面这个很适合 我们也可以看 先螺丝刀撬一下 它就跟底下的一部分差不多 把它拿掉了一部分 它就是一个clip 一个卡着的地方 把它掀开之后 就抽直接是两部分 往两个方向拉一下 就会下来了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电话 稍微撬一下 撬一下呢 让它不卡住 不卡住之后呢 然后把它拔下来就行了 现在我们这个尽量拿下啊 先拿下来了 刚才这个 反正拿的时候不要着急 慢慢慢慢的会松松动 然后就拿下来了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旧的和新的对比 旧的上面 它还是有这么一个金属的东西 它也是有类似卡住的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撬一下也能拔下来 拔下来之后 也要装到这个新的对清器上面 然后拿下来之后呢 要装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原来装的什么位置和角度 一定要装的新的位置 角度和原来要保持一致 好了 现在拿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金属的这个管嘛 也是油的一个通道 拿下来之后呢 其实在这个铜子上面 你会看到有一个圆形的 O-ring 就是一个黑的 也是一个塑料 这一个塑料非常重要 也不能掉 也不能换 我们新的买这个什么的时候没有 当然这一个呢 就是修理厂或者什么 就我也有一批这个备用可以换 一般情况下呢 也不会坏 所以买这个非要非要特的时候呢 就没有担心的 如果这个丢掉或者是破坏的话 那你装回去这个这个车就不能开了 他因为这个地方漏油的话就压力达不到 根本供不上油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因为我在以前的时候碰到过一次 就是有一个人他这个就修换了之后就不能用了 后来就发现是这个问题 现在呢就基本上准备就修网回装了 这是新的这个汽油滤性器 然后呢 先把这个油泵 从这个方向装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方形的这个地方正好去卡那个凸器 卡上之后啊 位置对准 位置对不准 里边那个管也对不准 然后往上装 好往上装 然后你看卡住卡住之后卡结实 然后用手去感觉一下比较稳固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是油泵 装的这个和这个汽油滤性器结合 仔细检查 修车其实就是责任心和这个认真非常重要 然后仔细检查 仔细检查完了之后没有错误 然后再做下一步 好我们现在就是这一步完成了之后 就说做下一步 下一步呢就是把这个油泵和汽油滤清器结合起了这一部分呢 要再装到最上面这一部分 角度一定要找好 因为它还有一个油泵和这个电线的连接 我们应该先把油泵和电线这个连接接好之后啊 再装 就是这一个插座 把它插好 然后一定要插进去稳固 然后呢角度照好轻轻的 慢慢的这个往回装 这是已经装好了 检查这四个这个卡住的地方都没有问题 一定不能有松动 然后再仔细检查一遍 然后再仔细检查一遍 然后看一下斧子的这个灵活性 斧子呢 它是连着这个穿很近 好下面我们就把这一个 按照原样往回装 刚才这个掉进去了 用时候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之后呢 在装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线不能拉长 所以首先要装进 就位置一定要放好 先把这个斧子这一块进去 然后呢 这个 连接上 之后再 把它放好的原来的那个比较好的这个位置 然后脸上再把那个 这个地方脸上主要是防止它那个油啊 有时候你往里压的时候不有一点压力吗 然后再把那个cover放上 我们现在还没放那个 就是那个圆形的黑的 放上之后呢 用手 开始抿之后 再用那个凿子 或比较顿的螺丝刀 慢慢慢慢把它用锤子打紧 好 现在是把这个 圆的这个黑的cover放上 开始 开始之后呢 先拧开始 开始之后呢 我们要把 用这个凿子 或是钝的这个螺丝刀 把它这个 搭紧 这个地方要注意就是 一定要确保它开始 再一个就是平衡 也是比较关键的一步了 现在我们这个搭紧了 再加上这个油管这个连接处 这个地方应用卡紧 所以一开始我们不是说用钳子吧 那个它跟一个锁的一个箱子一样 那个位置一定要归位 要用手去拔一拔试探一下 把这个cover装好去 装之前的这个 这个插座一定要插好 这个地方弄好了之后呢 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 先去把保险丝装上 保险丝装上之后呢 去试一下 就是启动一下发动机 然后试一下 现在这一次我专门照了一下 大家会看到这个保险丝 还有这个 盖 刚才那个表 改颜色的 就是表明了哪一个保险丝 是什么功能 我们因为拆的是这个 油泵的保险丝装回去 然后呢 打一下 启动一下发动机 去试一下 装的成功不成功吗 然后 打着 打着之后呢 没有问题 好的 说明我们已经非常成功 的装好了 有些的工作呢 就是把座装回去 收拾一下工具 OK 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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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